曹松振臂高呼 顷客之间火光滔天 喊沙声震耳欲聋 这些白脸教众 原本就互不同属 而且出身江湖 可谓是三教九流俱全 这样一群所谓的精英 如今遇到冠军突袭 第一反应就是大难临头个自飞 风紧扯呼 一名白脸教众把腿就跑 紧接着 其余的人也都争相奔逃 而且没有往一个方向跑 而是试图用四散突围的方式 争取到最大的活命几率 曹松看着逃窜的贼匪 嘴角勾勒出一抹宁笑 想逃 赫赫追 他一挥手 身旁的通讯烟花腾空而起 早已埋伏在周围的浮冰 接到讯号刹那间一起出现 分别从后面追击 和前面围杀了过来 伴随着长官冰冷刺骨的鹤令 士族们纷纷举起刀枪 朝敌人冲了过去 嘟 锋利的枪尖刺透皮肉的闷响 在这寂静的深夜里格外清晰 鲜血狂飙中 惨叫与哀嚎顿时混杂在一起 在漆黑的夜空里显得有些凄厉甚人 然而 这只是开始 杀 黑暗的树林中 随着一连串沉重脚步踏落地面的声音 无数身披铠甲的官兵 从这个方向涌现出来 他们一边挥动着武器砍杀 同时还发出怒吼 凝君威武 伴随着一阵阵怒吼声 这群官兵就像一股洪流般 瞬间将白莲叫中吞没 啊就我呀 凄厉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地在艳色湖的湖堤两岸传出 咕 一道寒毛划过 徐景昌手持一杆长矛 轻易贯穿了一个白莲贼的胸膛 扑通 那白莲贼双目瞪圆 倒在血泊当中 抽搐两下 便失去了气息 身旁的士族越过此地 继续向前掩杀 但徐景昌却拄着长矛 难以遏制地干呕了起来 一旁的朱勇冷眼旁观 脸色平淡如水 朱勇年纪虽小 却跟随父亲朱能上过战场 跟张安氏 徐景昌这两个伙计比 有着更多的战场厮杀经验 也有着更加冷酷的心肠 朱勇知道 这群贼匪很快就会被途径 国师的计划很成功 对于这批贼人来说 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而尚未死亡的人 绝望和恐惧才刚刚开始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看着逃亡的同伴纷纷死去 那些还因为淤泥和堤坝障碍等各种因素 留在原地的贼人 则更加慌乱了起来 他们试图寻找到一条生物 可惜却根本没什么效果 解决了外围敌人的明军 很快为杀了上来 被冠军同样包围起来了的叶宗形 此时正在艳色湖高高的湖堤下面 头顶就是不知多少万吨的洪水 若是在远处仰起头看 甚至让人感觉 这些洪水随时会冲垮湖堤 倾斜下来将一切都念为鸡粉 然而让此刻的叶宗形更为恐惧的 却不是什么艳色湖 而是眼前这个白莲教徒 只见此人竟然掏出了火折子 用力地吹了吹 火苗顿时窜得老高 他看着手里燃烧的东西 脸上露出了兴奋又激动的笑容 没错 就是这个位 说罢他就将燃烧着的火折子飘出的烟气 凑到自己的鼻端深深地嗅着 似乎在品尝着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 叶宗形看到对方的举动 再看看眼前放着的几大包火药 哪还不清楚对方想干嘛 这个白莲教徒 眼见突围无望 竟然想引燃火药同归于尽 叶宗形一借穷酸秀采 手里就一把被人塞的铲子 理所当然的 第一时间他自然没有冲上去拼命的勇气 只是连忙大声呼喊起来 快住手 呵呵 怎么 害怕了吗 别紧张 马上就好了 等这玩意炸开之后 我们就能去往真空家乡了 哈哈哈哈 听闻叶宗形的话语后 对方非但没有停止 反而把手中的火折子 凑进了火药包的点火绳 一种原始的细麻绳 从宋代就有的技术 火焰舔噬着细麻绳 发出碧波的声响 火星四射 疯子 叶宗形几乎被吓得火都出来了 见口头阻止不了对方 叶宗形再也顾不得起他 他走上前去 拼命地挥舞起铲子 想要打倒对方 却听得风声呼啸 顿 叶宗形被这名白脸教徒 抡起一根棍子 直接打在了脸上 差时间 头晕眼花了起来 一堆又一堆的金星 在眼前冒了出来 整个人瞬间失重 摔在了泥泞中 半晌回不过神来 不过即便如此 叶宗形也依旧死死 抓住手边的铲子 不肯松开 因为他明白 一旦自己放弃了手中的武器 不仅自己必死无疑 而且有极小 但是绝非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那就是燕色湖 会提前垮塌 经过连日暴雨 大黄浦燕色湖的水位 已经非常高涨了 冲垮湖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此时谁也不清楚 这几大包火药 会不会成为 湖堤垮塌的最后临门一角 叶宗形见此情形 急红了眼睛 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朝对方发起致命一击 可惜 他还是无法如愿 他的身体根本不听使花 只能躺在原地 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继续在那里享受 以及做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点火 这名白莲教徒似乎对于点火这件事情 特别地喜欢 每当火苗生腾起来后 他便会迫不及待地凑上去 并且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仿佛在陶醉和享受美食盘 两大包火药被他点燃 就在他蹲下身子 要点燃第三包的时候 叶宗形用尽全身的力气 终于爬了起来 晃晃悠悠地走了两步 抡起手里的铲子 砰 招式朴实无华 宛如老农拍瓜 白莲教徒的脑门子 却凹陷进去了一块 地上的两大包火药的引火麻绳 还在快速地燃烧着 叶宗形顾不得许多 最后一点理智和力气 让他直接一蹬腿 用身体盖在了上面 随后便晕了过去 仅仅过去了半盏茶时间 整片湖堤上下 再次恢复了宁静 唯独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弥漫着 这些白莲教重 或者直接被弓弩射杀 又或者被大刀砍翻 甚至有被金箍朵砸碎了脑袋 整个艳色胡左近 都堆积满了尸体和残骸 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交织在一起 让这里变得犹如修罗炼狱 但凡参与了谋逆作乱的人 皆死 当曹松下马走在这里时 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 他这等狠辣心肠 自然做得到冷眼旁观 甚至都没多看一眼脚下踩到的绊脚物体 他很清楚 这种情况之下 要做到斩尽杀绝 毫无心理负担 唯有像是一个刽子手一般冷血 这就是战场 这里充斥着血腥与残酷 呼 一口浊气吐出 曹松微眯着眼睛 看向艳色胡的胡迪另一侧下面 那里也有很多被绞杀的白莲教徒 望着眼前的狼藉景象 他的眉宇间却有着隐藏不住的骄傲与欣喜 这场小规模战斗 胜负已经毫无悬念了 曹松心情愉悦 他扭头 看向身旁的锦衣卫 你去通知国师大人 就说咱们取得胜仗 请他放心安寝 是 那名属下转身离开 而曹松也继续巡视着战场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一阵喧嚣声 什么情况 很快 火光闪烁 曹松跟着引路的士族匆匆赶来 来到夜宗行所处的位置 曹松见状 脸上顿时浮现出惊讶之色 湖低下 这里有几个被砍杀的白莲贼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 最里面有一个白莲贼 被铲子敲平了脑袋 而另一个名夫打扮的人 则是用身体盖住了两个引火绳 烧到了一半的火药包 这人衣衫破烂 浑身是伤 腹部被烧伤了 半张脸也被伤口 躺下来的血迹索模糊 连五官都看不清楚 曹松皱眉 他下意识地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这人本官好像在哪里见过 弄点水来 很快就有旁边士族递过来了 随身携带的水囊 曹松撒在这人的脸上 洗去血字和污垢 方才发现 此人乃是他跟着国师 见过好几面的叶宗行叶秀才 怎么回事 叶宗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是如此凄惨的模样 难道叶宗行也是白连教的人 可这又解释不通 他明显用身体阻止了火药包的引燃 难道说 他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只听他猛然喝道 来人 给本官将这人抬回营地 抬最好的医师为其治疗 很快 士兵便将叶秀才 送往了河堤东岸的大营 在这期间 曹松命令所有参加了 今夜行动的白连贼 还喘气地 全部补上一刀 割手级计算军功 夜深 营帐内 灯火辉煌 江星火正端坐在桌案后面 眼前的书 依旧是那本太湖水文志 外面人影绰绰 王兵把守着帐门 交谈过后 按官吏收缴了武器 放进来了一个人 国师大人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曹松掀开帘子进入帐篷 恭敬地跪倒在江星火面前 事情办得如何了 谨遵国师大人命令 所有混进民夫队伍 试图在夜间挖他艳色湖的白连叫贼人 已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嗯 江星火点了点头 提笔不错 继续问道 那上海县周围 乃至整个松江府的白连叫组织呢 基本被连根拔起了 白连叫各个据点 普遍反抗激烈 很多都占据着物宝或是庄子 不过我军准备齐全 损失并不算惨重 只付出了数十条人的伤亡 曹松又问道 大人 松江府两县的白连叫堂主 均已落网 上海县分堂堂主王一涵已被斩首 松江县堂主被惠空和尚 带着武僧压着正在送往这里的路上 生余的白连叫贼人 该如何处置 既然已经勤拿住了白连叫的堂主 其他人自然是要从重 从严处理 江心火放下笔 疲惫得揉了揉眉心 说道 传令下去 明日午时 将所有抓捕的白连叫贼人 在县里城头上斩首祭旗 给炸壶做个预热 城里的老百姓喜欢看这个 是 曹松应默一句 玄机便打算退下 不过犹豫了刹那 曹松还是开口 跟江心火说了叶宗行的事情 江心火闻言皱了皱眉 起身道 带我去看看 军医的帐篷里 叶宗行已经被包扎好了伤口 此时正躺在床上疼得呲牙咧嘴 他腹部被火烧过的地方 刚刚用高度酒精进行了消毒 不至于引发后续感染 江心火当初在宴会上提过的想法 经过在松江府一段时间的事件 收到了军中医师们的广泛好评 国师放心 擦破皮的伤而已 眼前的衣冠佩戴着两枚勋章 一枚是参与了白沟河战役 击败李锦龙大军所获得的同志勋章 另一枚则是灵弊之战的银志勋章 显然 以前也是上过战场的 在这种人眼里 只要活着那就是没大碍 至于什么脑震荡 腹部血肉模糊 跟手指头擦破皮 确实没区别 你怎么参与到白莲教的行动里了 江心火坐在夜宗行的床边 直接了当地问道 对于他如今的这种身份地位来说 确实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想法 也不需要旁敲侧击什么了 夜宗行一五一时地交代了 今晚他所见到和参与的事情 想要什么赏赐 说出来 只要不过分的 都可以给 这是你应得的 确实我也没能料到 白莲教前夫在名副队伍里的教徒 竟然能弄到火药 若是这几包火药炸了 或许无事 或许有事 甚至是他天的大事 谁也说不准 夜宗行思考了片刻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只说道 我不要赏赐 那你要什么 江心火看着这黑兽的秀才问道 夜宗行挣扎着想要从床上爬起来 却被江心火按了回去 我想要国师传授 我火药爆破之学 江心火微微汗手道 可以 这还没完 江心火饶有兴趣地看着夜宗行 傅又问道 当时怎么想的 夜宗行挠了挠 沾满了泥点子的头发 羞涩地笑了笑 只说道 当时就想着 要扎这艳色湖 也得是我亲手来扎 哪能伦得到 这群压根不懂水利的白莲贼 若是让他们炸了艳色湖 我可是亏大了 便奋起一股劲儿 吐了过去 一日 上海县城内 从码头上走下来一对妇女 老妇已然年迈 拄着拐杖走路都有些颤颤巍巍的 而那女儿却是个中年美妇人 身穿长裙 乌发披肩 眼眸破为勾人 只不过此刻 她脸上满是担忧之色 紧敏嘴唇 看向身旁老人时 眸子里充斥着浓浓的心疼 眼角微红 仿佛马上就要流泪似的 在这对妇女背后 还跟随着十多个各式打扮的人 虽然她们衣食各异 但当她们目光投向前方 这对妇女时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 瞳孔深处 竟有着隐约的敬畏 这些人显然训练极为严格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自然地组成流动的保护网 跟随着这对妇女的前进 在路过一个街角的摊饭时 美妇人开口道 爹 您说您身体本就不好 怎能跑出来呢 美妇人声音温柔 语速很慢 是标准的无浓卵语 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了 其中的关怀与爱意 您放心 县城里良衣很多 等我找到合适的大夫 一定治好您的病 傻孩子 我哪能不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还是省点钱吧 就当来这里凑个热闹 散散心 老人笑呵呵地说道 嗯 美妇人轻易一声 没有继续劝阻父亲 而街角的摊饭 则瞟了他们一眼后 就继续扎着 手法不太熟练的吃食 不再关注 摆脱了锦衣卫的视野 两人在城中的小巷里 七拐八拐 很快 来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这里污水横流 时不时有肥瘦的老鼠 奔跑着窜了过去 嗖的一下就没了踪影 而在死胡同的尽头 赫然是一扇破败的木门 木门上挂着几片 残缺不全的布条 布条上用猪笔写着 求一位要折纸布 看到这布条后 老人神色微宁 停下脚步望向前方 爹 咱们回去吧 见到老人驻足不前 美妇人赶忙提醒道 哎 算了 回去吧 听到女儿催促 老人叹息一声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然而就在两人转过身 准备离开的时候 支亚 破旧木门忽然被人推开 一名男子探头探脑地往外张望 在确认四周无人后 便将两人引了进来 门重新关闭 参见教主 参见圣女 刚踏入屋子 一道道恭敬的声音传来 只见十多名白莲教徒 齐刷刷朝着那对妇女行礼 原来那美妇人正是白莲教圣女唐英 而老者则是白莲教教主白天宇 两人真可谓是一高人大胆 明明知道 今日整个上海县的市井百姓 都要登上城头 围观国师炸壶 城池里定是兵马云集 却偏偏赶在此时 来到国师的眼皮子底下 不过 即使心底再怎么担忧 这位圣女 此时也不敢流露分毫情绪 甚至连呼吸都收敛了起来 以免打扰到老人 白天宇在唐英的搀扶下 缓缓坐到椅子上 然后冲此地残余的白莲教 秘密组织的乡主招了招手 示意她到近前 这乡主一副游方郎中的打扮 走到白天宇的身旁 地眉顺眼的模样 像一只温馨的小绵羊 说说吧 启禀教主 国师江新活 以全程张贴告示 今日绝大多数百姓 都会登上城头 目睹炸壶 没让你说废话 白莲教教主有些不耐 满是皱纹的脸上 镶嵌着深深的沟壑 水门的事情 办得如何了 那乡主不敢多言 连忙说道 所谓水门的校尉 是我们的人 乃是信到多年的教众 愿意帮我们 他的家人已经被提前转移走了 嗨嗨 白莲教教主 捂着嘴巴咳了半嗓 方才抬起头 静静地挥了挥手 众人知趣地散去 而白天雨浑浊的眼眸里 划过了一丝得意 江星火 今日本作倒是要看你如何聪明反背聪明物 城头 人山人海 今日雨停 天气稍稍放晴 当乌云散去之时 阳光从云层中垂落 洒向这片大地的每个角落 市井小民们挤在一起 看着这难得的热闹 妇女牢牢地拽着自家的孩童 免得被人拐了去 有商业嗅觉敏锐的小贩 早就占据了城楼边上的位置 摆摊售卖着自己带来的新鲜货物 还有些人为了多挣几文钱 不顾自身安危 拼命地挤在最前面 用自己占据的地方 卖着最佳观赏位置的黄牛票 而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市井老百姓 他们对于江南发生的战事并不关心 甚至由于他们是早期市民 阶层的萌芽 产业和生计都在城池里 连外面乡下亲戚的土地 是否会被淹没都不关心 还有些幸灾乐祸的人 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生活 能够平安无恙 顺便看一场热闹 等看完热闹 最好朝廷平定叛乱解除宵禁 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 有一些世子还在讨论着 易经里风水格局的事情 也有一些人 则是说起了昨日闹出 土神信徒闹出的大乱子 但无论如何 他们总体还是平静的 毕竟严格的来说 这不管他们的事 哎呀 你们看那边 那是不是 随着声音的指引 众人纷纷顺势望了过去 只见几辆马车停在街道上 四周还围拢着黑压压的一群侍卫 紧接着 其中一辆马车帘子缓缓撩起 显露出了一个身影 江星火今日身穿永乐地赐给他的紫袍 发迹高树于顶 浑身透着贵气 他眉稍微醋 仿若有几分酬绪 只是静默不语 而后 在众人的拥促下 登上了城头 城头自然有给国师等人预留的位置 国师 开始吗 作为本地的最高长官 黄紫薇理所当然地负责起了 整个炸壶关里的相关事务 开始 江星火点了点头道 第一件事 当然是先杀人祭祈 城头下 整齐地跪着一排排被 白莲教堂主王一涵所供出的 白莲教安堂成员 他们遭遇了江星火手下军队的突然袭击 几乎是半天之内 就被抓捕归案 拔掉了他们脑袋后插着的镖 刺子手搓了搓手心 朝道口喷了一口酒 杀 随着一声令下 刺子手挥动起了手中的大刀 啊 淒厉的惨叫响彻夜空 血光四溅 一颗颗滚烫的头颅 在寒冷的雨后凉风中 化作了别样的飘絮 洒落在了护城河里 江星火站立在城楼上 俯瞰下方那些尚未被执行斩首 归倒在血泊之中 爱好着求饶的信徒 神情多了一丝厌烦 又便眼眶开始止不住的跳 又过了几夕 所有白脸叫贼人都被出展 刺子手蹬着吊篮被拽上了城头 立即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 一身横肉的刺子手 把沾了血的刀抹在百姓递过来的柄上 笑呵呵地扬长而去 看着气氛逐渐沸腾的人群 江星火的眼瞼跳动得愈发厉害 之前都算好了 不会出错的 身旁的宋礼如是安慰道 江星火点了点头 对惠空说道 我有些心绪不宁靡 且去最后检查一遍城里 如今何诚出洞 别出了乱子 惠空领命而去 江星火亲手点燃了 放在身前的通讯烟花 搜 砰 烟花绽放 在此时中显得尤为绚丽夺目 十余里外的艳色糊糊低上 公布主使孙坤作为最高负责人 已是下达了命令 叶秀菜圆梦了 他亲手点燃了总的引线 穿着大量等具分布火药包的引线 开始燃烧了起来 他们骑上马 开始玩命地向着两侧预留的通道狂奔 他们必须在引线燃烧完之前 跑出至少两里的距离 哗啦啦 两久之后 扎裂声响起 整个艳色糊糊低 仿佛都震动了 随着火药的剧烈爆炸 艳色糊的糊笛开始了颤动 无数的石头被抛入到了贪图当中 刹那间溅起泥浪 打翻了岸边的芦苇 糊笛附近吉里的民众 皆是躲避在家门里 惊慌失措地 看向那片根本就是肉眼不可见的地区里的动静 轰隆 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声响彻天地 湖面至上 涟漪泛起阵阵 紧接着 有着一道道白色的气柱冲踢而起 犹如一颗颗小型的蘑菇云 在这种恐怖威力的破坏下 湖滴瞬间垮塌了下去 燕色湖水未猛涨 很快就将周围淹没了 燕色湖湖堤倒塌之后 那些堆积在河床两侧的石块全部砸落了下来 刹那间 原本还算平缓的河流顿时汹涌澎湃了起来 而随着湖堤炸裂的声音响起 整座棺里的城池也同时陷入寂静当中 然后很快便被一阵喧嚣所取代 那是什么 来了 终于到了 快看 随着人群一阵骚动 人们抬手向远处望去 只见远处的天际线 突然出现一道滚动的狭长黑线 这道狭长黑线 斜着无可匹敌的气势 顺着两岸长堤滚滚而来 刹那间 大黄埔与上海埔被打通了